今天我们接着讲我国职业拳击的情况 我国业余拳击开展了35年 但职业拳击的开展要玩得多 大家熟悉的熊超中 在2006年进入职业拳击 2012年夺得第一条男子的世界金腰带 在熊超中以前 你听说过我国的职业拳击相关信息吗 几乎没有 在我印象里 当时我国专门搞职业拳击推广和经济的 不超过那么一两家 那些年我国职业拳击比赛 一年到头没有几场 一个为数计算 从2013年周世明进入职业拳击开始 美国著名推广人阿鲁木乌 在澳门举办一系列大赛 带动了我国资本市场对拳击项目的关注 然后几年里 职业拳击赛事开始以每年几十场 甚至最多上百场的数据快速发展 但随着资本进入的热度回落 以及疫情的影响 这两年职业赛事数量开始大幅下降 也就是说我们的职业拳击 真正有规模的开展还不到十年 请大家记住 还不到十年 很多人经常拿来跟日本比 这就不妥当了 日本职业拳击发展了上百年 我们还不到十年 这怎么能比呢 所以我国职业拳击的整体水平 还很出级 很薄弱 远没有业余拳击那样的规模 实力跟国际地位 再比如 很多人说中国出个帕奎奥 市场就火了 可是你要知道 帕奎奥从1995年开始参加职业赛 99年夺得112磅世界头衔 2006年两胜马拉来斯 开始让世界拳坛关注他 2008年击败德拉华亚 才真正成为市场上的超级明星 而这已经走过了整整13个年头 我们说我国职业拳击真正广泛开展还不到十年 而出一个帕奎奥要至少13年 这还没考虑帕奎奥正式参赛以前训练了多少年 所以你们说上面的想法是不是太着急了呢 未来的发展跟市场培育息息相关 希望广大拳迷和拳击从业者能够超光养晦 借交借造 按照市场规律 踏踏实实的看待和对待我国的职业拳击市场 当然还有正确的认识我国的职业拳击水平 说到水平 我们回归主题 因为大家似乎更关心的是我们的水平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如果说中国业余拳击在世界上是中等水平 那么职业拳击则绝对是不入流的下等水平 之所以我国业余拳击的成绩能超越日本 但职业拳击却远远落后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 你们就懂了 日本优秀的业余拳击运动员90%以上 最后有机会转入职业拳击成为一个职业拳手 而中国的优秀业余拳击运动员 目前只有不超过10%有机会成为职业拳手 为什么 这跟市场的基础市场的规模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去培育市场 而不是整天坐着培养一个中国帕克奥这样的清天白日吗